花蓮的一响地震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状况 也改变了接下来这个主角的人生顺位 他本来是打算在花蓮轻松退休的 但地震之后他成了忙碌的职工 作词曲 李宗盛 乌林自己是念旧怀乡的人 在花蓮生长 向南京印尼投资做生意 在异乡结婚 有过赚大钱的梦想 也曾经回馈印尼 帮着当地村落买马达 盖山水井 但人的善意 好像总要受考验 正好就是那时候暴乱 一暴乱的时候他们就是抢 几乎那时候好像 三到五天几乎没有 无政府状态 就想再守看看 命运作弄 第一次去印尼 所有努力因为暴乱 付诸流水 乌林失忆地回到台湾 好几年借酒交愁 他们真的很善良 可能就是有 有别的 别的事情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贫固是蛮大的 失去赚大钱的野心 开大货车运货存钱 但孩子总得养 为了三岁女儿 她又再回印尼 这次夫妻俩开了小杂货店 平淡过日子 为了小孩要学会说中文 她决定回台湾几年 本来半退休的田园生活 因为地震有了变化 6号深夜11点50分 一阵天摇地动 饭店房客突然下醒 干净爬窗逃生 却发现自己竟然是在二楼 2018年2月6日深夜 规模6.0的墙镇清洗花莲 超过700户灾民 当场无家可归 这家过来单架 单架人家出来了 好了OK 搜救行动持续一整夜 传出好消息 富人戴着口罩帽子 被蝉扶之下 慢慢走出大楼 不要笨挡人 在河堤坊的集合石大楼 大门外就是公园绿地 社区后方一望无际的山区美景 过去是人人称县的住宅环境 强振之后成了这副模样 过年前后寒冷了一个月 政府补助还没发 收容所就要关了 有些人幸运租到屋子 有些人占住旅馆 全部财产只剩身上的衣服 祝能工艺组织好人会馆 发动募捐衣物家具 吴灵是好人会馆执行长 黄明敦的亲戚 来的人有一些夫人来了 一看到就流眼泪 就在哭 我就吓到了 他们东西不能拿 他们那时候塌掉东西都不能 都不能进去 我会讲说我们执行长 他最笨啊 一直做这个事做到现在还在做啊 说自己亲戚笨 吴灵其实也跟着傻到现在 正在过去几个月 很多人还在适应从灵开始 这个二手家具与衣物中心 像灾民的及时雨 退休回家乡的吴灵 现在是无仇的忙碌总管 硬家具分发二手物 还卖农产品与臭豆腐 他们来要拿什么就 就让他们 让他们过 好像说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帮你把家庭稳定了 现在我们要 就是说要募集 有钱或者一些资金 开启善意循环 没钱也可以大家出力出时间 好心人出借场地 许多地震受灾户变成志工 在这里为接下来的台风计灾害 助农做准备 价格崩盘的高丽菜 做泡菜销售 还卖抽豆腐 要煎过来嘛 我们就 就是 帮忙转个手送给需要的人 小小善意在这里累积运转 无助的人立刻拿得到物资 不必久等 生活改善的灾民们 来这里当志工帮忙 各地的好心人继续捐赠 谢谢你 谢谢你 陆先生 谢谢 谢谢 好 OK 好 谢谢 谢谢 要煎一千两百块的那个臭豆腐 顾小姐来当志工 把炸豆腐废油做成家事造 我是云翠的受灾户 然后当初就是受到好人会馆的照顾很多 就是我们会 因为整个家都倒了嘛 然后很多的家具什么都没有 然后半夜的时候被电话吵醒说 你们家倒了 然后我想说可能在开玩笑吧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当初向往花莲 顾小姐全家从台北搬来 年假出外旅游 幸运躲过云翠大楼倒塌 孩子就要开学 全家却顿时一无所有 我们去冰箱啊 或是微波舞啊 就马上可以让我们家很快就进入轨道这样 然后就觉得很感谢啊 你想说那有机会的话就来帮忙 生活夜安顿 马上记得回报恩情 人性的厚道要有地方可以培养 乌林与许多志工在这里无仇帮忙 为了让正能量累积转化 做更多事 马鼓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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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 台湾好心人真的还是蛮多 真的蛮多 没想到说这是 从台湾全城各地寄这些赠债物过来 对对对对这些小家电啊这些物资啊 物资中心主管可不好当 门口要卖菜和豆腐 仓库里要清点外界的捐赠 智工时多时少 工艺组织人收少 年轻的亲戚黄书彦永远开货车在外面跑 武林有时候一个人搬货 我那时候真的很忙 因为那时候 寺院那个物资车子啊 东西下完他就往台北 往台北走 那物资丢到这边就是我 跟志工在整理在处理 如果志工没有来就是 就是一个人 可以拿吗 有办法拿吗 有办法拿吗 我很多听不到 有 你是仲听啊 我都仲听 哦 我给你一包米 没有 还有一瓶油好吗 本来是由年轻志工 帮忙用电脑建档 现在 吴林自己打理所有事 把太太也拉来帮忙 其实来临物资的 已经不止灾民 我帮你拿到摩托车那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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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写313 你这个 3267 就下面再写1 3多少十五 3 3 6 4 6 3 5 3 9 3 5 5 三五不是十五 三五十五 对 三五十五 什么 对 都被你搞混了 真是的 有时候礼拜六 他不上课 我就叫他去那边当志工 帮忙整理衣服啊 什么的这样子 失去了退休的悠闲 少了陪孩子的时间 吴灵汉太太 却让宝贝女儿看到 奉献的精神 有家人在 哪里都可以是家乡 彼此善意厚道 为家乡尽一份力 也是好的身教 这个是蛮好的 一个样子给他看 很累 但是蛮充实